大家好 今天是8月22号 在讲北戴河会议之后 中共的内政外交的走向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北朝鲜的政局 那么北韩最近发生一件大事情 根据8月20号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的国家情报委员会 向韩国国会和社会公众公布了 北韩发生的一件大事情 那就是金正恩最近做了大量的放权 内政方面他把一部分权力 交给了他的妹妹金玉正 经济方面他把一部分权力 交给了朴芬柱等官员 军事方面他交给了李秉哲等将领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一些放权 我们看习近平在不断的集权 但金正恩他在不断的放权 那为什么要放权呢 国家情报委员会就认为 一个是他要分解执政的压力 压力各方面很大 身体的压力情绪的压力 再一个是规避失职的责任 因为这执政九年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他要规避这个责任 所以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 他做了进一步的放权的行动 这个放权呢实际意味着 北韩的政局要发生一定的变化 那这个消息呢 我们看来是非常的确凿的 因为韩国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呢 是非常严肃的 非常客观的一个机构 大家还记得 今年的四月底啊 金正恩神影了二十天 在神影二十天的期间呢 美国的一些官员 一些观察家 一些媒体啊 包括我们呢 甚至包括韩国的那些脱别者 就是反抗北韩的那些团体啊 他们都认为呢 金正恩已经非常严重啊 已经对政权失控了 病情很严重啊 甚至死了 很多人都说金正恩已经死了 但是全世界唯有一个机构啊 就是这个韩国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啊 他认为金正恩没事 而且呢 北韩的权力运转得非常的正常 唯有丢他 他坚持这个主张 果然呢 二十天之后 那金正恩又出来了 一切呢 还非常的好 除了他的这个手上 出现了一个洞 之外呢 他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手上的这个洞呢 就是一个动脉注射啊 不是感冒那些静脉注射 是动脉注射的一个洞 这个洞呢 说明了他确实做了手术 但是他的权力呢 还是运转自如 那手上的这个洞呢 实际上也为这次的风拳呢 埋下了一个伏笔 就是说他有这种病 这个病呢 是他从祖父那边啊 他们家族遗传的脑血管啊 还有太肥胖之后肥胖 高血压之类的肥胖病啊 导致的 而且这个病情呢 越来越重啊 根据这个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呢 因为施政呢 因为施政呢 给他很多的一些压力情绪啊 身体啊各个方面 加上自己的本身的病啊 他难以已经应付了 所以他不得不做一些风拳的行动 而且呢 确实认为他的病情啊 现在是很严重啊 甚至有些人推测啊 金正恩现在已经是 昏迷不醒的状态 那到底这个是真的假 还要看以后的一些具体的事实了 但是总而言之呢 这次的风拳呢 说明北韩的政局呢 开始出现了松动 那么 北朝鲜它出现一些松动 一些变化 肯定会影响到西朝鲜 影响到中国 那北朝鲜的瓦解呢 最后肯定会引起西朝鲜的瓦解 我们看到在清末的时候呢 本来大清帝国是恐制 整个朝鲜的 后来日本呢 进入之后 把大清帝国赶走了 大清帝国呢 失去了对朝鲜的控制权 那他一失去之后呢 很快大清帝国呢 也是怦然倒塌 所以呢 北韩的政局 跟中国的政局呢 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呢 金正恩他身体出了状况 他越来越分权 那他走了之后呢 肯定 北韩呢 就会发生一些政局的变化 或者呢 南北韩统一 这样的话就影响 中共政权的统治 它的内部呢 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 中共政权倒塌呢 说不定呢 北朝鲜也会起一个 导火索的作用 那到底呢 这个北朝鲜 会朝哪些方面发展 到底呢 北朝鲜的变局 对中共呢 有什么影响 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 回到中国 我们看到 北戴河会议确定了新的内政外交的政策 那他的走向呢 通过这几天发生的一些大事呢 基本上这个政策的路线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那就是对外求和 认怂和解 对内全面的镇压 应对危机 我们看到 北戴会议结束呢 中共就派杨洁篪访问新加坡 访问韩国 向这些国家呢 表示一种和解 因为新冠肺炎呢 把这些国家也搞得鸡飞狗跳 那除了这些东南亚 可能下一步呢 就是中东 还有欧洲 甚至这个拉美啊 习近平 杨洁篪 王毅呢 都要进行一番访问 进行和解 认怂 因为他们知道 经过这个新冠肺炎之后 全世界都讨厌中共 全世界都恨不得 把中共呢 给严厉的惩罚 严厉的审判 那么对美国呢 是他外交的重中之重 当然了 这方面呢 他继续的在泼橄榄枝 根据这个蓬佩奥 昨天的讲话 就是中国政府呢 已经非常明确的承诺 他要严格的履行 第一阶段协议 他要继续买更多的 美国的农产品 这个呢 就是向美国赴城 就是意思呢 我买更多的农产品 来讨好美国政府 讨好川普 他现在呢 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想进行报复 那根本 弹药库里没有弹药 而且呢 他知道美国人民 美国的这些官员们 对中国政权非常的痛恨 你如果现在进行反击的话 那美国呢 说不定要进行军事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认怂 只能和解 包括中共的驻美大使 崔天凯呢 最近呢 也是放话 就是说我们愿意继续的合作 继续的和谈 什么条件呢 我们都可以答应 你就看到 他认损了抛橄榄枝 这种态度是非常的明显 那对其他的国家 他现在呢 他也是要采取这种策略 因为全世界对他痛恨 已经是非常深刻 他自己已经有了这个自治之名 所以他现在要以退为进 来求和 来求饶 来缓解目前全世界 对他的这种围攻的趋势 那么对内呢 他是全面的镇压 来应对危机 这个危机呢 一个是经济的危机 那么因为新冠肺炎 因为中美贸易战 他的这个对外的贸易 受到严重的打击 尤其是香港 他的独特经纪 基地位比取消之后 那中国的吸引外资 外企的发展 已经陷入了空境 所以他不得不提出内循环 来提振国内的这个市场 以内循环来应对 外资撤离 外企撤离 这样一个高潮 除了内循环之外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其实就是粮食的危机 根据社会院 最近的一个报道 那么中国现在缺少粮食 是1.3亿冬 1.3亿冬是什么概念 就是每个人一年 要缺粮100公斤 那100公斤是什么概念 基本上就是你 这一年的一年的口粮 如果我们不吃肉 不吃菜 光吃粮食的话 那这一年你没得吃了 一年的口粮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情况是 非常非常严重 那么习近平 这些中央的人物 在北戴河研讨的 实际上就是粮食的危机 这个情况他们现在 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北戴河会议还没结束 习近平就做了一个批示 要开展节约粮食的运动 又搞运动 他用搞运动的方式 来节约粮食 因为这个危机实在是严重 所以现在呢 全国各地掀起了 各种的节约粮食的运动 各种的怪招 全都给使出来 什么怪招呢 每个人吃饭前都要称体重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200斤 那你只能点一个菜 超过这个150斤 只能点这个两个菜 所以说根据你的体重呢 它要限制粮食 而且呢 要取消这种最低的消费 我们知道以前呢 去中国的饭店 去包房啊 好一些地方 就是给你 说一定要消费 这个1000块钱以上等等 现在一定要把这个最低消费 给砍掉 没有 然后呢 你就可以少点一些菜 不浪费钱 也不浪费粮食 还有呢 10个人 你必须点9个人的菜 9个人 你必须点7个人菜 免得浪费 还有这个实施这种光盘行动 就是盘子呢 你吃完之后 必须是光的 你全都要吃干净 剩下的呢 你要打包 如果盘子里有剩菜 那么必须要罚款你 你剩的越多 罚的越多 所以现在各种的怪招啊 是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怪招呢 就是鸡屁股 说这个鸡屁股啊 平时削的太多 那这个浪费太大 所以规定鸡屁股呢 只能把它的屁股的尖给削了 大部分呢还要留下来 免得浪费 你就看到 中共它通过发动运动 来解决问题啊 结果留下了很多的笑话 那现在呢 通过这个充满笑话的这个运动 也看出现在中国面临的 粮食危机是核动的严重 就像历朝历代啊 为什么农民进行起义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出现了粮食的危机 中国人呢 平时还是能忍受暴政的 但是一旦没得吃了 那么就可以是聚集起来 开始造反 而且现在呢 不像啊 五六十年代 毛泽东搞大跃进啊 那那时候饿死了三四千万 那三四千万呢 实际都是农村的 那时候信息不长啊 一个村子饿死人 另外一个村子人还不知道啊 用给民兵把守啊 也没有电话啊 信息不长 现在呢 如果出现饿死人饥荒呢 那信息很快就会传递出去 那现在如果发生粮食的危机啊 那老百姓造反的这种可能性就大为增加了 那除了粮食危机 经济危机之外呢 中共呢 就是要全面的增压啊 这个增压呢 毛头首先指线的 就是党内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最近呢 有两个事件让中共非常的头疼啊 一个就是蔡霞事件 另外一个就是许章荣事件 那蔡霞教授呢 身为中共的党校的教授啊 他在美国发表言论 抨击习近平 抨击中共这个政治的僵尸 他的言论呢 无论是要救国还是救党 但实际上对中国政权呢 冲击是非常的大 所以中国政权呢 非常的害怕 他在中央党校内部呢 全面的通报蔡霞的事件 而且呢 除了中国的北京的中央党校之外 其他各级党校呢 都展开蔡霞事件的通报会 反思会 通过这个事件呢 提供警醒 让中共的党校内部呢 绝对不能出现第二个蔡霞 我其实对中央党校很熟啊 因为那时候人大和中央党校 也经常的合作啊 经常去那边 那边呢 确实有些教授呢 思想也是非常的激进 就是跟我们一样 因为他们的研究的领域呢 都跟我们一样 很多呢 实际上是非常政治的一些教授啊 但是呢 只不过他们呢 先于中国的政治压力呢 不敢发声啊 只能每天讲一些违心的话 内部呢 跟我们私下谈的时候 比我们更加的清楚 那中共呢 也甚至这些 就把这些潜在的蔡霞都要压在 你们说话之前呢 所以全都要割断你们的喉咙 那蔡霞事件呢 之后啊 中共呢 现在就像精工之鸟啊 一定要在党校系统啊 党的这些教授系统呢 一定要清除一己啊 绝对不能让第二个蔡霞出来 现在他在全面的开展这个活动 蔡霞的出阀也是非常严重啊 开除党籍 剥夺他的退休的待遇等等啊 总而言之呢 对蔡霞事件呢 我们是还是支持的啊 因为从这个救阴里 杀出来的人呢 他的杀伤力还是很大 对中共政权呢打击很大 我们鼓励更多的蔡霞冒出来 那中共呢 对此时非常的惊恐万壮 另外呢 我们看到许专任教授啊 最近呢 又受到国保的约谈 国保呢 规定了私禁啊 禁止他接受采访 禁止他出北京 禁止他出国啊 等等这些禁令呢 让他呢 出国啊 成为一个炮影 我们知道前几天呢 哈佛大学给他发了一个邀请函 请他到哈佛来做一年的访问学者 那许教授也是很高兴 他马上写回信了 但是呢 现在国保给他约定 禁止他出国 所以呢 这是中共呢 对徐章润教授的新的一个迫害 那么许教授呢 还收到了这种失业人员通知书 因为中共呢 把他的工作给剥夺了 还给他发了一个失业人员通知书 意思你可以领点失业救济金呢 你就看到中共呢 是多骂的刻薄啊 多骂的狠毒 中共呢 现在特别担心啊 像北达清华人大 北市大 还有这个中央打校啊 这些高级的院校 里面的老师呢 会出来造反 像因为1989年呢 整个学生运动 实际上主要还是这些 像方黎智安 那些优秀的老师们啊 他们呢 给学生进行教导 最后合力起来 来发动这个运动的 那徐章润教授在清华呢 他们特别担心呢 就成为新的一个社会运动的导火索 所以对徐章润教授呢 他们肯定要严厉的分杀 要残酷的迫害啊 包括给他搞了一个嫖娼的罪名 徐章润现在呢 通过法律的图形 要进行反击啊 所以徐教授的出境呢 是非常的堪忧啊 但是呢 他能在那个地方发出声音呢 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那这个事情呢 就看出中共呢 对这些知识分子 对党内的这些教授们 现在是非常的害怕 他一定要整肃啊 就跟毛泽东一样 毛泽东呢 对知识分子是最恨的 说知识分子是臭老酒 你在所有行业当中 你排在第九位 而且他知道知识分子呢 思想是比较活跃 能够看出事情的本质 对他造成一种 政权上的一种威胁 所以毛泽东呢 对知识分子呢 是最狠毒的 一步一步啊 从这个反应文化大革命 一步一步就整这些知识分子 那么现在习近平呢 叫做毛泽东地爱 所以他也要仿向毛泽东 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镇压 许张荣蔡霞等等 他要不断的打压 所以说他现在 推行的就是 全面的镇压的一个措施 总之内右外坏 四年楚歌的中国政权 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确定了对外求和 对内镇压的方针政策 对付这套方针政策呢 外国尤其是美国 他们是非常的清楚 他绝不会轻易的 跟中国政权和解 你如果买大豆 如果履行第一阶段协议 那好 但是呢我要继续追究 你对香港人民犯下的罪责 我会继续追究你造成的大瘟疫的责任 川普呢在每一次的大选演讲的时候 都是强烈的抨击中国政权 尤其抨击他在大瘟疫当中犯下的责任 最近呢我收到川普的竞选团队发过来的一个调查问卷 对外政策的第一条就是追究中国政权 在大瘟疫当中犯下的责任 那我干了之后非常的高兴 马上就给他打了个勾 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大选的主题呢 就是要追究中国政权的责任 这方面呢美国政府就是这个立场 美国人民也是这个立场 美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的 一定要追究中国政权你的责任 而且呢你在香港在新疆在西藏 对中国人民全体犯下的追责呢 一定要全面的受到惩处 尤其是蓬佩奥说的 这些所有的责任呢 最根本的原因解决出路就是要改变中国政权 所以现在的对华政策最关键的 就是要改变你中国政权 无论你再抛橄榄枝再贵地求饶 美国要改变中国政权 这样一个决心和目标是永远不会动摇的 那国内呢他进行全面的增压 只会火上浇油 老百姓呢更加的对他会非常的欺奉 老百姓呢发起这些反共的运动 魅共的运动呢会更加的坚决 当然呢我们也防止受人的欺骗 我们绝对不能看着别人呢 搞一些煽情的夸张的 所谓的一些魅共用盾呢就被给吸引走 实际上那些东西呢他们是另有目的 而且呢他们是靠谎言靠假新闻来反共 这样你能反得了谎言吗 你能反得了谎言起家的中共吗 所以反共呢也要是一种理性的反共 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反共 只有用真理来反共你才能打倒 和谎言起家的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们坚守在真理 客观事实的基础上 理性的进行反共的运动 我们团结实际上一切 能够反共灭共的人 我们跟美国政府呢紧密的联系在一块 我们有清晰的头脑 理性的精神团结起来 我们一定呢就会让中国政权 中国暴政进入历史的垃圾堆 赶进历史的坟墓当中 好 今天的评论呢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保胜传媒 再见 欢迎订阅保胜传媒